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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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閉門會談將近整整40分鐘 晚到總比沒到好 因為早在9月23號 早安 請請請 謝謝 陳時中一馬當先場頭香拜訪 甚至還逛了一下辦公室 黃山山不若人後 10月13號緊接著登場 三人有默契不約兒童 搶著現身行動 今天來特別跟張總長請議交換意見 我們剛剛也就有很多包括 台北市的觀光 還有包括航空業交換意見 我們為什麼每次你們都說我要人家了 人家就是 我們萬安委員還是很關心台北市 也非常關心觀光產業 仔細看明明是問張國偉 但蔣萬安尷尬到拍了一下記者的肩 日前勘戰已經是最後一名了 但這回呢 怎麼不小心又成了最後一名 今天是不是想要營造一個 就是壓軸登場的感覺 其實就是時間的安排 剛好規劃在今天 您三個人聊完之後 那哪一個人你比較欣賞 哪一個人比較欣賞 我覺得都滿欣賞的 因為只要觀光 很在乎我們觀光業的 我們都是非常的歡迎 是 不要挖一個坑讓我跳 但三個候選人都聊完了 站在蔣萬旁邊欣賞誰 一時真的難說出口 雖然父親張榮發 過去跟國民黨關係好 但這一票要投誰 張國偉還是藏心中 他那個時期當然都是國民黨在執政 所以讓你們有一種錯覺 實際上他跟當時的在野黨 都民進黨 或是其他的黨派 親民黨 大家的關係都是非常的好 北市撒喀都之爭 互拼先來後到 蔣萬安雖然又是最晚到 至少這次沒遲到 近視乎的謝神彭宇舟採訪報導